8月各大车企销量一放宝 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卖了27万多辆的比亚迪 也不是月销连破3万辆的理想 而是月交付量首破5万辆的爱安 为了庆祝这个成绩 爱安官方销量海报上 赫然写着风神两个大字 可要是5万辆就能风神 那比亚迪的27万多辆 摘风神吗 说实话 爱安这个成绩是可以吹一波 毕竟除了跟比亚迪还有较大差距 比其他新势力品牌还是领先不少 然而爱安的好日子 很可能就算一年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爱安的销量结构 今年1到7月 爱安累计销售新车 254361辆 其中爱安S累计销售138036辆 爱安外累计销售109824辆 这两款车型销量占比高达97.4% 也就是说爱安的销量 几乎全是靠着这两款车撑起来的 这两款车型之所以卖的这么好 是因为暂时对手还很少 爱安安S和爱安外都是紧凑型电动车 定价11到18万元 在紧凑型纯电市场除了比亚迪 几乎没有其他品牌做类似车型 因此爱安的竞争压力较小 同时这两款车型都是网约车大户 数据显示 今年1到5月 爱安安S就有6.33万辆新车 进入网约车市场 爱安安外有2.27万辆 二者相加爱安安的地端销量 达到了惊人的54.9% 以上是爱安安固有的两大优势 可到了明年 这两大优势都将迅速缩水 前不久 松下电市表示 专供特斯拉的4680大原主电池 将于明年4月到9月量产 到时候 随着新电池一同量产的 很可能还有传说中的特斯拉Model 2 而且据说Model 2只卖15万元 安安将迎来劲底 还有就是从明年开始 租赁出行市场将真正进入饱和期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 到今年年底 中国网约车司机将超600万元 网约车数量可能将超过300万辆 网约车用户数量方面 今年的还没出来 可去年比前年少了1600万人 还有各个城市发了网约车饱和预警 提醒入场者要谨慎 这一背景下 出行租赁市场的新车需求量 势必会逐年下降 对爱安安的影响不言而喻 所以爱安安现在最紧迫的任务 就是想办法把月销仅2000来辆的 高端车型 套博GT卖得更多 否则它的好日子真就只剩一年了